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Instagram上面买的被种草的衣服 Instagram的衣服开箱 我来看一下在int上面的衣服到底怎么样 其实我每一次刷Instagram的时候 现在总是会有一些广告出来 而且它现在有商品购买的专区 我是真的觉得非常好看 而且价格又是非常的便宜 我买了三个牌子 有两个牌子 我后来发现它们真的就是从国内发货的 一个是从广州发货的 另外一个是从义乌发货的 还有一个牌子是西班牙的那边 一个小众的可爱的小牌子 然后我买的都是那种很春天呀 那种衣服 第一个牌子呢 是一个西班牙的小众品牌 叫Burship 这个呢是跟之前BM有一点点像 但是它更走的是那种辣妹的那种风格 第一套我买的它家衣服呢 是一套这种奶紫色的一个小套装 它采用的颜色是这种奶紫色跟奶绿色的结合 它上面呢是带着这种小小的歌温 有点校园风格 酷又辣的学院女孩的感觉 它是做的这种很薄的这种针织衫的风格 短上衣 然后它下面搭配的这个裙子呢 是一个类似包臀裙 它们这套衣服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 大家可以看它的弹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拿到手里的这件衣服呢 它的上衣是在胸口这个小扣子这里 做了小小的这种钻扣 我觉得蛮可爱的 会显得你的皮肤非常的健康 因为它颜色真的非常的奶嘛 就是那种又奶然后又郁 校园辣妹的风格 然后我再要给大家分享的呢 也是它们家的一个套装 我买的是一个牛油果绿色的 就是一个很短的小西装 然后它是上面戴一个垫肩 整体感觉人呢会看起来很chick 很干练 同时呢它下面我还买了它同款的这个小裙子 这套小裙子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它是后面带拉链的这种形式呢 但是它又带松紧 裙子前面呢是做了一个这种不规则 然后像那种双开摆的这种形式 它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挺干练的 然后可以搭配球鞋 走很修宪的风格 同时我觉得这款也可以穿的偏 更加的lady淑女一点点 是今年特别好看的这种牛油果绿色 真的是非常的抓人眼球 加了这个垫肩之后呢 显得你的人整个非常的有质感 它不是那种很平平无奇的这种剪裁 很大的那种大的cut 然后大的silhouette 我觉得这身也蛮sad的 可以再接下来是一条裤子 这条裤子是我看官网的图片 我就一眼被掳获了 就是因为这条裤子 然后我才被下单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条裤子真的非常好看的一点 它是做了像这种假两件的裤子 假的这种金字裤 它不是真的金字裤 它只是感觉像你把内裤的边边给露出来了 然后它下面呢 就是很正常的一条白色的运动裤 上面什么颜色也没有 然后这个地方是抽绳的 它的腿的松紧带的这种设计是紧脚的 这款真的非常的显瘦 因为有这个小内裤的边边呢 所以整体会感觉你的腰线都已经拉高了 显得你的腿特别特别的长 而且这款裤子虽然它是白色的 但是它真的一点也不显胖 垂坠感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呢 它的料子并不是说非常厚的那种 它里面是做的这种 你看是这种网眼支的这种黏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很厚的裤子 作为春天来说呢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合适 今年真的非常流行 在腰部上面有一个腰链 或者是有一个就是露的一个内裤小边边的这种 之前詹妮在打歌的时候嘛 她那个打歌服上就是带了鞋上去的那种腰链 真的超级的酷超级的辣 而且白裤子有的时候搭配好了 真的也有一种那种很纯很郁的感觉 所以就是推荐你们辣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条 又郁又辣的休闲裤 这次呢还在他们家买了一个小配饰 就是它是一个装饰镜 就是这两面非常流行的这种 aural的这种 它就是粉红色嘛 对粉红色这种东西就是爱不释手 拍照的时候再凹一下造型啊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它的眼睛的边边上面整个的地方呢 都是做了这种粉色的小香钻的设计 就是整体感觉更加的辣妹 更加的夏天 就是有一种纤细Y2K的感觉 有的时候配饰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让你的穿搭直接上一个level 然后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牌子呢 Dina & Tim 他们家真的衣服的肿量非常的少 所以我只买了一套衣服 但是就是这套衣服我觉得真的非常可爱 所以当时我就点击了他们的ins的主页 这样子一个运动的小卫衣 然后同时呢 它搭配了它的运动的小短铺 这套其实是有粉色的 也有绿色的 其实浅绿色的那套也非常好看 这套衣服应该是这种滑板 少女应该会喜欢的 薄的这种卫衣 然后是一个套头衫 它比较可爱的是 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太阳花的小人 然后骑着一个scooter 还起了一个scooter 还挺可爱的 尤其是它这个配色我很喜欢 就是有一点点壮色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春天 非常的有趣味性 整套衣服呢搭在一起 我不觉得它有很廉价的感觉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运动短裤 在这个裤子的边边上面 有一种小花呀小草啊 还有他们家的一个小小的logo 粉色呢 并不是说非常艳的那种粉 它是加了一点点橘 加的日常一些 大家可以跟我身上这个做对比 我身上的这个是ZARA最近出的嘛 那个颜色就是比较艳的粉色 其实它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色调 所以说呢 我觉得会更加的日常 非常休闲的穿到 而且穿出去呢 很有童心 很有趣味性 然后同时呢 又很保暖 然后非常适合在春天的时候穿 最后一个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牌子呢 是SIDER他们家的衣服 我是买的相对多一些的 出口国外在instagram上面卖 它虽然是从国内发过来 但是它的质量一点也不差 它除了就是说 来的时候多少有那么一丢丢的味道之外呢 就是其他我觉得做的都还不错 而且它来的时候呢 也都是有那种塑料袋装好的 然后质量看起来就真的很不错 第一件我们买的呢 是一个这种炫崖风格的一个小上衣 它就是一个绿色的这种丝绸的小背心 外面裹了一个黑色的蚝蚝丝 我觉得这款真的非常的可 它的肩带呢 也是做了两种颜色 就是很有层次感 一点都不会觉得它廉价 也不会觉得它很low 你会感觉这件衣服真的是超性感 超辣的那种 我觉得它搭配一个简单的长裤 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有欧美辣妹的那种风格 而且这个绿色上升呢 显得人超级白 然后它又是丝绸的 所以剪得你整个人的质感非常的好 我当时买这件的时候 它没有small只有medium 然后我就买了medium 然后size略微的有一点点大 如果它更紧身一些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好看 接下来也是它家的一件白色的小衬衣 也就是上面感觉像是一个很正常的白色的领子衬衣 但其实呢 它是做的短款 有一点点不规则 一边稍微长一点 然后一边稍微短一点 下面还有这种做就 就是它把它拉坏了之后呢 有一点做就的这种感觉 它的袖口这个地方呢 也是做的很大 然后我觉得把它玩起来穿是非常的好看 单穿会非常好看 你里面可以搭配一个运动bra 然后露出那种边边来 然后就是一个很休闲 又很chick的打扮 一个很百搭又很简单 又能凸显出你的一些不一样的 一些小个性的一款 下来的这一件呢 是一个粉红色海马毛的小开衫 这件呢 它的料子是整体稍微偏厚一点点 这款真的有点像那种 Alexandra Rich的那种风格 它呢是在前胸这个地方呢 是做了这种立体的小花朵 它这个粉色呢 是非常的嫩的一种baby pink 同时呢它是海马毛的嘛 所以一点不用担心它会扎 就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轻浮的料子 小手臂的这个地方呢 是做了一点点的这种褶皱的设计 搭配牛仔系列的东西 应该会非常的好看 然后就是一个很可爱 很仙女的一个小上衣吧 一种温柔的 邻家的就是那种富贵小姐姐的感觉 然后就是它虽然上面 做了这种小玫瑰花 但是我觉得它一点也不俗气 所以搭配起来也是非常好看的 再接下来呢 是他们家的一件蓝色的小毛衣 这个就是那种非常可爱的baby blue 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嫩 非常的鲜 但我最喜欢的呢 还是它这个领子 它的领子上面呢 是做了一种小小的白色的蕾丝 而且它这个领子呢 是做了两种不同的欧跟纱 一个是这种透明的 然后一个是奶白色的 就是搭配在上面 感觉像有两个假领子的感觉 是非常的甜美 上身之后不是说有多么的舒服吧 但是它也不会扎人 所以你单穿它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OK 大家分享一条我特别喜欢的小裙子 非常喜欢 它除了就是它的料子比较薄之外 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其他的都非常的得我的心 这款我买的就是small size 然后就是非常的合适 它的所有上面的这些小扣子 都是小爱心 粉色的小爱心 而且它的小爱心呢 是做了那种粘毛的 非常的俏皮 非常的适合这种春夏的时候穿 非常非常甜美 然后又少女的那种风格 在一些细节上面 让你有一种更加精致的感觉 然后呢 最后说它加一件衣服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短裙 颜色是偏这种肉粉色 这件我买大了 我买了million 最可爱的一点 就是说它的口袋 都是做的这种爱心的 简单的A字裙的形式啦 然后前面也是这种 有扣子可以打开的 然后呢 就是做的一个水洗牛仔的材质 这个皮粉色的颜色呢 其实它没有说浅粉色那么的嫩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颜色会更加的日常一些 对这种颜色接受度会更加的好一些 而且呢 它也是做的这种很休闲 我觉得搭配球鞋呀 也是非常的好看 就是又甜美又可爱 又阳光有朝气的感觉 好了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三个牌子就是到这里了 其实我这一次 对我的instagram上面的 一些这三个小牌子的购物 我整体来说呢还是很满意的 除了说 确实因为这个衣服呢 它比较便宜 所以会有一丢丢的味道 想下单这三家的小姐妹呢 也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一般呢 像这种在inst上面的小品牌 有的时候你去关注 他们的inst主页 他们有的时候呢 是会放promotioncode的 帮大家呢 来看了这三家店 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啦 分享给你们 OK好了 最近过程多的温度真的是变得非常的不错 春天春装非常好 如果你还没关注我的频道呢 就请给我的频道点一个关注 你的关注点赞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好啦 这里是昆昆呀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